好那么虽然呢 县政府已经是核定了这三处部落 减一自来水的修复计划经费 不过呢原水就不了近火 民间慈善基金会获知也高度的关注 透过县政府以及议会的协助呢 在今天侯捐了2000箱的矿泉水 给酌青部落以解决燃眉之急 那么部落居民是万分的感激 也直呼终于有干净的水可以用了 工作人员开着堆高机 将一个站板一个站板的矿泉水 从大火车上搬运到清洁堆车上 让民间慈善基金会的正在爱心 尽快送达到部落居民手中 本两梯次转运到酌青村里 部落居民分工合作 将一箱箱的矿泉水徒手办下车 虽然辛苦但每一个人都相当雀跃 因为终于有干净的水可用 我家五个人 我派在那边就15个人 所以可以领几箱 15个人就30箱 30箱 对 真的很感谢上面的相关单位帮助 我们家9个 家2家的11个吧 2家11个 2家周期上班帮忙 帮忙给 再加要领22箱 对对 佐西湘 昨青村部落简一支来水 每逢好大雨就会污浊 这一次0918大地震严重破坏水源头 水质污浊 就算储水禁止三天 仍无法恢复捷径 至今都未改善 部落居民不敢饮用 生活品质也大受影响 浪烦慈善基金会 透过县补接线议会的牵线 甚至昨青部落简水 水质污浊 无法使用 今天豪捐2000箱矿泉水 并在相待会主席金书鸣的协助下 顺利完成正在送水的工作 大家出钱出力 发挥社会公益爱心 我们跟村长 还有我们的赛鼓协会的总干事 还有我们减益自来水的主委 讨论结果就是每一户算人口数 你如果有八户的话 那我们就是5000毫升的 一个人四桶 一个人四桶 昨青川目前有170多户 人口大约有400多人 这一次来自民间正在爱心捐助 让部落有洁净的水可饮用 相待会主席金书鸣 除了代表地方 感谢社会的关爱 并表示 部落简水修复改善工程 正如何入途进行 若没有问题 一个星期后就可以提供洁净的水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